预备,都在带动,都在领导 我们最近呢,在读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呢,是圣灵呢,特别拣选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位叫马太 马太呢,他写马太福音,他自己特别强调 他是税吏,其实呢,按照当年的历史地理背景 马太呢,他是加百龙税官的税务长 等于现在是,你说大美国地区 如果有分五个地区 等于是马太是某一个地区的收税的税务长 所以他呢,算一个高官 那成为税务长呢,他要有国际官 然后呢,他要有会计,要有数字 要有金融,要有财政 要有很多很多的数字观念 那马太非常特别 他呢,从小到大 在一个相当尽钱的 爱上帝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 所以呢,从小到大,他就听许许多多的 犹太人的英雄 伟人的神机故事 那马太呢,不单单是他个人呢 很会去记他所收到的税 各种收入和各种支出 他更很善于用他的头脑 用他的那一支笔呢 来记他在会堂当中所听到的旧约圣经 或是他在自己研究旧约圣经 点点滴滴的亮光启示 他全部都记录下来 所以才有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提到家谱 有这么多的名字呢 我不晓得你呢 熟悉几何名字 那言经事义呢 在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小组讨论说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你对于耶稣基督第一章的家谱 这么多的名字当中 你熟悉几何 问问你旁边的 你熟悉几何 你熟悉几何呀 问问看 没有人熟悉 所以求求联敏我们 我们号称是基督徒 有很多人说 哎呀我看过圣经 可是呢 连马太福音第一章 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开场白呀 我们呢 常常就忽悠而过 其实第一章呢 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章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过了第一章 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从马太福音来思想 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 向犹太人传福音 目前是 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更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后一棒 在十多年前呢 我知道很多韩国人 他们信心满满的宣告说 他们是接最后一棒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可是目前很多韩国教会 很多的韩国牧师们 宣教士们都承认说 福音的最后一棒呢 是由中国人接棒 是由中国人要把福音传给 犹太人 所以对你朋友讲说 你有责任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你有责任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不管从教会历史 从宣教历史 都向我们直接间接证明 中国人的确承接了最后一棒 所以我们要了解 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 我们必须要好好仔细的 研读马太福音 因为马太呢 他特别强调 他向他自己的骨肉至亲 向他的犹太人同胞呢 要传着奇妙的救赎的福音 那就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合法性 因为旧约圣经 犹太人是最强调守律法的 所以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呢 是有正统的 是合法的 弥赛亚才被认证是他们的弥赛亚 在两千年之前 甚至直到如今呢 犹太人都一直深信说 如果是弥赛亚的话呢 就一定要建立一个军队 成立一个政府 帮助他们推翻外邦人的统治 然后呢 帮助他们开疆扩度 建立王国 而且那个国家呢 要恢复成为像大魏王朝 像所罗门王朝 那么的繁荣新盛安定和和平 但是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呢 有如此行吗 有做这些吗 丝毫都没有 虽然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否认 他是犹太人的王 但是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 丝毫没有成立任何有形的地理的 或是物质上的 版图上的 版图上的王国 耶稣完全没有 所以犹太人呢 他们就非常不信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晓得 耶稣基督呢 他在全本圣经 其实都有两幅的画像 一幅画像呢 乃是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以羔羊的形态 先出现在人世间 接下来呢 才以狮子君王的形态 要出现在千禧年国 但犹太人呢 在这方面不很了解 所以就需要我们 这些已经明白的基督徒呢 要随时预备自己 向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再一次思想说 从马太福音 看马太如何介绍耶稣基督 他就是弥赛亚 分三个重点 其实只有六个字 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看耶稣的背生 大家说 看耶稣的背 所以这个字一个是背生 再来呢 背败 背高 今天就讲这六个字 但为了要让大家了解 六个字的内涵呢 所以有一些上下文 所以看耶稣的背生 看耶稣的背败 看耶稣的背高 正好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讲耶稣的背生 讲耶稣从哪里来 也正好有点像创世纪 整体创世纪告诉我们 天地人从哪里来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 有创世纪的影子 马太福音第二章呢 告诉我们西律王杀 两岁之内的所有男婴孩 又跟初恶奇迹很相像 为什么呢 初恶奇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法老王杀 刚刚生下来的西伯来的男婴孩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呢 很像摩西五经的第二卷 那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呢 重点强调耶稣的背高磨 又非常像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 立位记 立位记强调 很多人 地 物 都用油 用羊的血 牛的血 来高磨 所以 马太福音第三章 是不是有点像立位记 有他的影子 那马太福音第四章呢 讲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那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 民宿记呢 也正好在讲调 强调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 漂泊 游荡 流浪 所以 旷野 有四十二战 所以呢 第四章 跟民宿记 就前呼后应 很巧哦 其实也不算巧 为什么呢 无巧不成书 其实都有上帝在背后的 连结跟牵引 也是马太呢 他心思非常的细腻 能够敏锐的 体察到 神 跟圣灵的 这个呼唤 那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呢 大家要得就是我们常常所造的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 耶稣在山上教训 教训人 那摩西五经的第五卷叫做生命记 生命记在讲什么 就是训啊训啊训回啊训回啊训回 生命嘛 就是重生诫命 重生诫命啊 所以正好呢 又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呢 前呼后应 所以马太呢 他写耶稣生平 他不单单是用历史的事实 也用新闻的角度来报道来记载 也根据他个人对于旧约全部圣经的精华的融会贯通 加上上帝在那个年代给他的感动跟启示亮光 然后呢 他就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写得非常非常详细 把耶稣基督的降生 然后耶稣基督的言语作为 接下来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然后复活 然后升天之前呢 给门徒们大使命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品都送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耶稣的心呢 乃是万国万民 神的救恩福音 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 乃是给全人类的 对你旁边讲说 福音是给你的 福音是给你的 弥赞亚不单单是为犹太人预备的 弥赞亚也是为你为我预备的 怎么说呢 因为马太在写耶稣家谱的时候呢 他特别强调 耶稣的降生 降生 耶稣是被 马利亚 肉身的母亲 然后怀胎 而降生 从天上来到人间 所以马太福音用这潜词是非常精巧的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降生 那我为了要强调背生 背败跟背高呢 所以我用背生这两个字来形容 好我们第一个强调说 按照上帝的应许声 耶稣的降生呢 乃是按照上帝 千古以来的 一个最重要的 最奇妙的线索 这个线索呢 就是要救万国万民 要叫全人类都蒙恩得福 这样一个红色的线索 一直在那边牵连 在那边引导 在那边带动 所以这样一个红色线索呢 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就开始了 从上帝为亚当夏娃 用羊的皮做衣服穿 就可以看见其中的端年了 之后呢 我们看到从创世纪 上帝连续被亚伯拉罕 还有以撒雅各 连续性的说了 最重要的五个应许 或说五个预言 或说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大家说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是我们所熟悉的 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约 大概在祖前的两千一百年前 是上帝主动的汉 亚伯拉罕这位犹太人的老祖宗签订的契约和约书 契约有没有效力的 是有效力的 而且这个契约呢 是从来不会毁约的 也不会因为人毁约就失效 这叫上帝的契约 跟人的契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耶稣的降生呢 乃是根据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运力 这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我们现在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 要来思想 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的时候 我们求阿爸父 求真理的圣灵 引导我们 能够明白 这么宝贵的真理 也能够深入其中的奥秘 让我们能够享受 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 福音是神的大能 救恩是为万能所预备的 任何人只要谦卑自己 只要向神敞开 他就能够因信称义汉得救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晓得亚伯拉罕 如今有两匹后衣 一匹是天上的心 一匹是海边的沙 哦主啊 我们乃是被上帝认定 成为天上的心的 这样的一匹后衣 我们是何人的用福 心乃是要在黑夜当中发光的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衣 都能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 发出当有的光辉 明亮的光辉 能够照亮生在世上的人 让他们都知道 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 唯有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不但是有些人的弥赛亚 更是全人类的救世主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享受以马内力 让我们一生的目的 也是要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得着以马内力 如此祷告奉祷耶稣基督 我被圣明 阿们 好我们来先看 就是耶稣基督的备生 是根据上帝的应许 马太福音第一章强调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衣 是大卫的后衣 他没有强调 耶稣是亚当的后衣 或是挪亚的后衣 或是 或是比方说 摩西亚 约苏亚的相关人物 他没有强调这些 他特别强调的是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衣 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那亚伯拉罕呢 他是以史玛利和以撒的父亲 也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的祖先 那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 到一个新的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神跟他讲说 我要让你的国成为大国 那个大国不是单边讲 地中海右边的所谓的迦南美帝 或所谓的以色列国 那个大国真正的意思乃是强调说 神为亚伯拉罕所预备的 乃是很远很远的 千禧年国 大家说千禧年国 千禧年国又称为弥赛亚王国 大家说弥赛亚王国 弥赛亚王国 就是耶稣呢 他成为万王之王 在地球上的全球具体的实现 不止单单无形的心灵上的 乃是有形的地理上的 耶稣要成为万王之王 所以写字路到那个时候就说 这第四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而且他的国度呢到多久 到永永远远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以上帝呢 他呼召亚伯拉罕 就跟亚伯拉罕宣告说 我要给你大国 我要让你得大福 我要给你大地 那个地呢 我强调不是地中海右边的 以色列国的大人之地 而强调什么 是全球的 是整个大宇宙当中呢 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奥秘 求主帮助我们 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的第六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 他说 国度是从你而出来 君王呢 也是从你 国度由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然后呢 二十二章的十八节 告诉我们 地上的万国万族 都要从你的后裔 来得着福分 什么福分呢 什么福分呢 就是耶稣基督 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 因信就成义了 因信 信就成义了 因信呢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了 这个应许呢 也许不在当年 也许不在今天 但这个应许呢 总有一天 会实现 总有一天 你就会完全经历到 所以上帝是应许亚伯拉罕 犹太人最关心 所谓的基督跟弥赛亚 到底是谁的后裔 一定要 仰官后裔 才算数 马太呢 他查耶稣基督的祖宗 不像我们中国人 查他祖宗八代 查他祖宗十八代 马太非常认真 然后向上去追根就底 查了他祖宗多少代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四十二代呀 四十二代 他为什么没有继续来查 再查二十代 六十二代 或查七十二代呢 整整查四十二代 是有神特别特别的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马太向上推推推推 推到最后 哦 到亚伯拉罕 马太算算算 总共几代 刚好四十二代 这其中呢 马太还被圣灵感动 把几代做王的几代给删掉 因为他们呢 已经远离上帝犯罪作 所以被上帝不算在其中 那马太又特别盟主圣灵感动 还选了很多很多小女子 这些小女子呢 在他们当年的时代 都有过丑闻 大家知道 马太主婴家谱 总共有五个女人 其中四个女人呢 都被号称什么 第一个 叫做 他马 为了要 替 公公 延续香火 而有所谓的乱人 第二个人物呢 叫做 拉河 圣经形容说 妓女 拉河 我们不用提了 第三个人物呢 叫做 路德 他是摩雅女子 按照 旧约 摩雅的人呢 时代 不得进入 耶和华的殿 可是路德呢 因为他尽情 因为他爱神 因为他忠心 因为他顺服 结果呢 他竟然能够成为 耶稣 嫁补当中的 一个大人物 本来是小女子呢 因为他们有大梦想 最后呢 成为 大人物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啊 其实都是 蒙神 恩爱人 你有任何梦想啊 我们常常不要忽略 不要小看 为什么呢 那样的梦想 如果靠主 分别为圣 如果靠主 努力实现的话呢 那梦想 有一天 会像 耶稣家谷当中的 几个小女子 刚才提到 第一个是谁 她嘛 第二个呢 拉格 第三个呢 路德 还有第四个 大家知道是谁吗 第四个 竟然是 竟然是 大魏王的 随从的妻子 大家知道他的故事 说起来 又是一桩丑闻 可是 这些人呢 竟然 在马太的感动当中 圣灵的 简军里面呢 马太 不但没有把他 怎么样 删掉 没有把他剔除 而且特别特别的 写在家谷当中 很证明说 神是 男女平等的 神是非常非常重视 某些 人物 即使是小女子 如果你有大梦想 神 乐不乐意 传出你的梦想 就对你朋友 想说 你要有大梦想 梦想无罪 只要你的梦想 所神息意的话呢 你的梦想 不但会实现 而且要被纪念 直到永恒 非常非常 奇妙的 荣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马太就在 算祖宗八代 算祖宗四十二代 然后呢 算到 哦 从 从那个 亚伯拉罕开始 一直算 算 算到大魏是几大雅 十四代 然后马太就 恍然大悟 就突然明白说 哇 原来 上帝的应许 不但是应许给亚伯拉罕 也应许给大魏 为什么呢 因为在撒母尔记下的第六章 第七章 很告诉我们 神跟大魏 又签订了一个大魏之约 大家说大魏之约 大魏之约 大魏之约 大概在主前 一千年左右 大家记得 一个是两千 一百年 一个是一千年 那大魏之约的内容 重点是什么呢 就神应许 大魏 和大魏的子孙 后代 都要做 大魏王的宝座 都要 拥有大魏王的国度 跟王权 这个约可了不起啊 可是这个约呢 我们 后来发现 大魏王的确 把他的国位 传给索罗门 那索罗门呢 也的确 传给他的 人子罗宽 可是没多久之后呢 国家就分成两半 有北国有南国 然后没多久之后呢 北国 王国于 主前七百二十二年 南国 游大国 王国于 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那北国亡了 南国又亡了 那请问 大魏王还在 寄座宝座吗 他子孙的国度 还存在吗 就虚无飘渺 不再存在了吗 那请问 上帝跟大魏王 所签的契约 他的子孙 后裔 要永远做王 那不是 上帝说话不算话吗 感谢上帝 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呢 透过 耶稣基督 成了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 永远做王 就应验了 大魏之约的 这个永远性 所以 马太呢 他很懂得 经打细算 他很懂得 像犹太人说明说 耶稣 做王 他是 合乎正统的 他是 大魏王的 合法的继承人 在法律上 算是 合法继承人 在血统上 也算是 合法继承人 所以 犹太人 是非常 看重 血统 也非常 尊重 律法 律法 然后 马太呢 就针对 这些特点呢 告诉犹太人 讲说 我们所信 所传的耶稣之中 就是犹太人的 尼赛亚 就是亚伯拉罕 和大魏的后裔 可是 这个后裔呢 神 巴不得 早一点 赏赐给我们 神在永恒的 子役当中呢 他巴不得 圣子耶稣 早一点 到场肉身 来救我们 脱离罪恶 救我们 不被 世上的帝国 给挟持 但是呢 神一直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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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满足 等 时候满足 所以马可福音的 第一章15节 耶稣出来 传福音的时候呢 先讲的一句话就是 大家看一下 马可福音 章15节 马太福音是不断地强调 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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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反复 出现天国 但是马太福音 也出现过神国 天国跟神国 其实是有区别的 那马可福音呢 他重点都强调神国神国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5节 就是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幸福音 所以耶稣特别加了一句话 你说日期满了 什么叫做日期满了 就是旧因的律法时代 已经够了 已经满了 律法时代 要结束了 我耶稣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叫做什么时代 恩典时代 大家说恩典时代 我们目前还活在什么时代 恩典时代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警醒 恩典时代 有一天也会满了 当恩典时代 满的时候 恩典的门就关了 你想进去 就如同 挪亚方舟的门 关了之后 你怎么敲门 请问门开吗 门不再开了 来不及了 所以求主方舟的门知道说 的确有所谓的时候满了 好 这位基督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圣父圣子圣灵 在位格上是神的第二位 圣父和圣子跟圣灵 巴不得早点来 可是时候还没有满足 他不能来 不能来 那时候什么时候满足呢 什么时候满足呢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 第一章 很特别很特别 第一个 从马太的家谱 42代 来思想发现 哇 原来神啊 神实在是用心良苦 马太也的确 花尽心思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明述记的 33章当中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 被摩西带领 出埃及过红海 之后呢 在旷野行走 总共有多少站 有谁知道 42站 42站 这42站呢 非常巧妙是 刚好分成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呢 也是14站 那你来看马太福音 刚好是 多少代 42代 分成几个 三个 14代 刚好42站 所以马太啊 他就想到 我们的老祖宗 在旷野漂流了 38年 40年 总共多少站啊 42站 同样的 我们的老祖宗的家谱啊 也在那边漂流啊 在那边游战啊 总共 多少代 42代 所以 进迦南 最后一站呢 是第42站 最后一站 同样的 第42代呢 马太算来算去 刚好算到 哇 从亚伯拉罕算到 耶稣基督 刚好是第42代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代表 进了迦南 耶稣基督就代表 安息 就代表 国度 就代表 这个丰盛 所以 马太呢 他就想到说 这旷野的42站 跟耶稣加谱的42代呢 其实是前乎后义 时候呢 满足了 听懂吗 四十 四十站 四十一站 四十二站 第四十代 四十一代 四十二代 刚好 满足了 42 其实有神 特别 特别的含义 四十 我们都讲的是一个试炼的熬炼的一个数字 那四十二呢 是什么数字呢 更有很多的宝贵的内涵在其中 那第二个时候满足就是 我们讲的犹太人 犹太人 他们都等的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呢 耶稣基督讲说 我们要饶恕别人 多少次啊 七十个七 他的意思不是说四百九十次 乃至说 永永远远远的饶恕 恒久忍耐的饶恕 但是有些人知道说 这七十个七呢 乃是有一个圣经的典故背景 是从但以理书第九章 上帝对以色列这个国家 有所谓的七十个七的预言 这个预言呢 也正好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是七个七 接下来呢 是六十二个七 接下来呢 是最后一个七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圣经的 所以我们号称自己是基督徒 结果对于基督 有关的这七十个七的预言呢 我们如果很陌生的话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 无言见主啊 求主联明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根据 严禁示意 一张 一张读 一天 一天读 久而久之呢 自然而然 神的话语呢 就成为你路上的光 脚尘灯 就成为你 这个照亮 人生的 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求主观说我们 这七十个七呢 其实都在 弥赛亚 耶稣基督身上 完全应验了 完全应验了 那 时候满足 四十二代 四十二代 加上七十个七 其中提到说 受高者被剪除 就强调 耶稣基督 被定十字架 然后开始了一个什么 一个教会时期 一个恩典时代 这个时代有多长呢 是一个握手号 这是一个奥秘 这也是一个弹性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趁着白日 多做主公 因为神留给我们 这些白日啊 就好像 约书亚界第十章 约书亚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请你让太阳停留 月亮止住 目的是 我要把敌军 赶尽杀绝 如果太阳不停留的话呢 这些敌人 全部躲进黑暗的山洞里面 我如何去追杀呢 所以约书亚就祷告 上帝啊 求你让太阳停留 所以白天就多停留了 同样的 现在呢 依然白天停留 听懂吗 为什么耶稣又还没有再来呢 光月太阳一直迟迟出现呢 因为神要多留几个白天 让你去对付罪恶 听懂吗 神要多留好几个白天 要让你多做主公 多传福音 多救灵魂 免得你的亲友灵魂 失上沉沦了 所以趁着白天呢 我们要把罪恶感兴察觉 因为白天看得清楚 趁着白天呢 黑夜还没有来 我们要赶快救灵魂 所以时候还没有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握机会 那耶稣两天前到神六生 因为那个时候满足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旧约跟新约之间 有所谓的两约之间 有四百年的黑暗时期 我们都晓得 耶稣的耶稣 就上帝在那个时间不讲话 不讲话了 上帝承诺了 虽然人好像听不到上帝的话语 也没有写成任何所谓正典的圣经来记录 但是呢 在两约之间 神依然在做事 而且做大事 在祖前的三百三十年 神透过亚历三大 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 征服了欧亚非山州 把当时的波斯大地火给征服了 亚历三大 他最有名的 不是他的武功和军事 他最有名的 最有影响的 就是他的哲学 我们到目前的后现代社会 每一个读文学院的人 甚至每一个读大学的人 我想或多或少 都读过西方哲学 什么哲学呢 就是希腊的哲学 又是伯拉福的 亚里斯多德的 加上苏拉里的哲学 有人都读过 很多人从高中去开始 对这些非常有兴趣 可是希腊帝国呢 他用哲学 影响了当时地中海的 四周围的全世界 但是在希腊哲学当中呢 却充满了很多的传说 很多很多的神话 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 没有道路 但是希腊却提供了一个 让福音能够广传的 最好的平台 就是让全世界 当时地中海周围的人 人人会听会说什么话 希腊 希腊话 就好像目前来讲 全世界语言 是什么语言 英语 不是中文 是英文 那当时全世界语言呢 叫做希腊文 所以 神呢 透过希腊语 能够互相了解 又透过罗马帝国 条条到通罗马 让福音能够四通八达的 传到世界各地 那更特别的是 在祖前的两百五十年 神感动一群人 特别把 希伯来文的圣经 翻译成 希腊文的圣经 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 年轻的一代 兼一代 他们比较不熟悉 希伯来文了 因为当时的世界 都流通 希腊文 如果 圣经只有 希伯来文版的话呢 那很多年轻人 会看不懂 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就不晓得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所以神就感动了 这一群人 翻译了 希伯来文的圣经 成为第一本的 希腊文的圣经 这本圣经 我们一般通通 它叫做 七十四一本 大家说七十四一本 七十四 因为有了这本 希腊文的圣经 所以 地中海周遭的 全世界的人呢 就能够用他们熟悉的 明白的文字语言呢 来认识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所以 上帝就等 等等等 终于等到这样一个 特定的时间 直到时候版图的英文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 那个时候的英文 是简单的英文 叫做time 就是时间 可是在希腊字呢 这个时间呢 其实有两种含义 一种含义呢 是用时钟 计量的 时间 是有前 后 的关联 是历史当中的一条直线 可是 在希腊文当中呢 还有另外一个字呢 是讲到 Kairos 这个字呢 是强调 在历史的 一条线当中呢 有某一些点 或某一个点 是最重要的 最恰当的 最正确的 最成熟的一个值的时间 所以希腊文的时间呢 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量的 所谓的量 就是像七十个七 要找量的 时候满足 还有值呢 值的时间 它不单单是 一个概念或意义 它是一个重要性的时刻 这个时刻呢 已经达到一个 完美的成熟的标准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Kairos 所以 神呢 等到时候满足 量的时间满足掉 值的时间呢 也成熟掉 神就让 他的儿子耶稣 从天上 被拆到地上来 成了第一个宣教士 降生马草 最后死在十架上 为什么 就为了 要让你跟我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两千年前的犹太人呢 是被罗马帝国挟制 可是 他们真正被挟制的 乃是 他们生在罪恶 活在罪恶 又死在罪恶当中 深深被罪恶 统治 挟管 所以耶稣来的牧地 乃是要先让 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被救出来 所以今天呢 你能不能来到这里 代表你是谁的百姓 耶稣 来给你反响 你是耶稣的百姓 你是耶稣的百姓 所以耶稣要建立一个天国 天国呢 必须要有天国的百姓 所以任何人只要愿意 让耶稣把你 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就 成为天国的百姓 你就被移民 你就被牵到爱子的国路里面 不再受死亡的威胁刑罚 也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跟瑕疵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活人 所以爱的时候满足呢 开始一个恩典时代 开始一个天国的时代 这个天国呢 就是讲到无形的心灵的 只要你 让耶稣在你的心中掌权 你的心就是天国的地图 每一个人 把本来呆属于上帝的主权 交还给神 让神掌权 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主耶稣的 让主来掌权的话呢 这就是天国降临了 所以 求主观众们晓得时候满足了 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叫恩典时代 开始一个新的国度 叫天国 而不是所谓的巴比伦帝国 波斯大帝国 希腊大帝国 或罗马大帝国 还是开始一个什么国度啊 天国 所以马太子音不断地强调 天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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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尽了 为什么天国尽了 因为天国的王 已经从天上来到哪里了 来到地上了 地上可以在地如天 对你旁边讲说 你可以在地如天 你可以在地如天 可是好多好多的家庭 目前是地狱啊 不是天堂 对不对 所以神何等伤心难过 所以神希望透过耶稣呢 让你的家庭呢 能够成为以马列力 能够成为天堂 能够成为有主的爱 永远的爱 完全爱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看耶稣的背生 看耶稣的家谱 你就晓得 耶稣的的确确 就是大卫的子孙 四福音符当中 没有一处的经文 记载哪一个文士 哪一个法律赛人 哪一个宗教领袖 或哪一个犹太人 怀疑 直问 耶稣基督 他是大卫王的后裔 多少瞎子 见到耶稣就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 当他如此呼喊的时候 是不是周遭的人都听见了 当耶稣 透过五饼二鱼 叫数万人吃饱的时候 众人就要拥戴他做王 请问 请问有谁 执疑说 耶稣基督不配做王 因为耶稣基督 不是大卫王的后裔 当耶稣基督 骑着小驴局 进耶路撒冷 圣城的时候呢 多少百姓 夹道欢呼 然后高喊说 和尚那和尚那 奉主名来的 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宗的 请问 有哪一个人执疑说 耶稣不是以色列王吗 没有 没有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 质疑耶稣是 不是以色列王的话呢 他们只要拿出 耶稣的家谱 然后呢 来说明 耶稣就不是王的后裔 耶稣就贵作弥赞亚 事情就简单了 可是呢 耶稣再三强调说 他自己就是王 而且呢 他自己跟神是 我与父缘为一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神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来看啊 第一章第一节 就强调 耶稣就是弥赞亚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六节 又告诉我们 那穿为基督的耶稣 那穿为弥赞亚的耶稣 所以耶稣就是弥赞亚 那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呢 又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西律王 就大西律 他就问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所以他非常清楚说 博士们所看到的这颗心呢 叫做尼赞亚之心 是救星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在看十六章十六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又很清楚告诉我们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意思就是你是弥赞亚 那弥赞亚是谁呢 弥赞亚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接下来呢 你看二十二章的四十二节 二十二章四十二节 再次强调 马太不断地证明 查验查验 证明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尼赞亚 所以二十二章的四十二节 二十二章的四十二节 非常宝贝的一句圣经 这个逻辑啊 大家好好去思想 四十二节 耶稣问他们说 论到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 论到弥赞亚 你们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世主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 说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马太加图特别强调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那四十三节 耶稣说 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他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却称耶稣是谁 称耶稣是主 所以你就知道说 耶稣他是在没有大卫之前 在没有亚伯汉之前呢 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者 before Abraham I am 所以耶稣非常知道 他自己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者的 肉身的显现 所以大卫呢 见到耶稣 大卫要称耶稣是谁 是主啊 你知道这个奥秘吗 所以马太如此的 担心拮律的 要证明耶稣就是女赛亚 好在二十六章的六十三节 你看二十六章六十三节 马太怎么样再一次证明 二十六章六十三节 所以如果你有犹太人朋友 求主给我们机会和智慧 也求主让犹太人朋友呢 愿意来好好查考马太主因 所以二十六章的六十三节呢 这里提到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 叫你启示 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 基督不是 所以耶稣 如果为他说 你说的是 的确 我就是谁 我就是 尼赛亚 我就是基督 所以很清楚的 马太主因呢 一直在 从大范围 对不对 从大范围 好像一个神探 一个侦探 要办案 要找线索 先从大范围 缩小到什么 到小范围 那在缩小到更小范围 所以马太主因就如此证明 耶稣基督就是 尼赛亚 第二个呢 耶稣基督的 备拜 我们回到大范围 耶稣的备拜呢 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 他不单单是 犹太人的王 他更是被命定 要成为 万王之王的救主 马太主因第二章的故事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 耶路撒冷 然后呢 说 那生下来 做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 博士们呢 俯伏拜耶稣 博士们 是英文 写wise man 是复数的 那我们中文圣经呢 写几个博士 没有讲三个博士 而是讲几个博士 然后 从东方来 那个东方呢 有英文圣经 把它翻译成 eastern land 加一个复数的 东方的 很多地啊 不讲是外地 所以我们种种迹象 可以让我们 可以去推论 可以去判断说 这些博士们啊 博士们 应该是从 非常非常 遥远的东方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看见那颗心 出现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着 心的引导 长足跋涉 然后呢 翻翻越岭 走路多久时间 快两年的时间 所以博士们 为了要寻找耶稣 为了要敬拜耶稣 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去走路 请问你今天来到教会 来敬拜耶稣 你花多久时间来 我知道有人说花 哇 要花八个小时 有人从外桌 来 可是大部分人 花多久时间 几十分钟 你会觉得 哇好远了 好累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好去思想 博士们 那这博士们呢 我个人蛮相信 他们是 他们是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犹太人 才会关心他 自己国家的王 也只有犹太人 才会想拜 犹太人的王 任何民族 如果被外族统治的话呢 他如果要拜那个外族的王 他自己都会怎样 心不甘情不悦 是非常迫不得已的 对不对 那 如果我们晓得犹太人的背景 就晓得 好 当年呢 北国 王国于主前七百二十年的时候呢 北国有十个支派 然后呢 被分散 配流到哪里 到东方 遥远的东方 有没有在中国 当然有 中国好多地方就有太人 好 那南国 王国于五百八十六年的时候呢 那 其中两个支派 有没有漂流 漂流 漂流 漂流到东方去 所以东方呢 英文叫做 Eastern Length 所以东方有很多地方 都有犹太人 那这些犹太人当中呢 后来 他们可能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华裔 变成了亚洲亚裔 那 有些人呢 还有可能是 欧裔 非裔 非裔 我们很明白的就是 因为索罗神当年呢 曾经跟四八女王 然后呢 有所谓的 非婚 子女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 黑色的犹太人 所以我个人蛮相信的 这几个博士呢 刚好是三个 而且三个博士呢 刚好是一个黄 一个黑 一个白 是神特别的安排 也是马太福音 得着神的启示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感动 那我个人认为这三个博士呢 然后他们不约一同 看见那颗心 大家都一起来研究了 这颗心到底是啥心啊 我们都是懂天文 懂得地理 懂得物理 懂得人理 懂得心理 懂得天理的人 我们都是讲理的人 大家说说理由来听听看 到底这颗心 到底是自然界的心 还是超自然界的心呢 结果这三个人呢 经过找到思想研究之后呢 他们发现这颗心 不是自然界 所谓发现的一颗星星 像前两天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 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啊 其实天王海王冥王星的冥王星 早就已经被删掉了 从来矮行星了 不叫九大行星之一了 所以现在九大行星呢 叫做X X行星 所以天文学家 这些博士们呢 既然叫博士 又有智慧 又懂得天理地理 所以他们就研究发现说 那颗心呢 不是自然界的心 那颗心是什么心呢 是超自然的 是一个不寻常的 是一个特别 当做记号的一颗心 那颗心 我们目前称它叫做 伯利红之心 或称它叫做君王之心 或称它叫做大魏之心 其实最好的称呼应该称它叫什么心 旧心 我们中国人有旧心对不对 所以三个博士就看见这颗旧心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是犹太人 然后这个心呢 乃是指向哪里 从东方一直向西走 向西走 然后这个心呢 根据他们的考察 根据他们的研究 因为犹太人都是要懂摩西五经的 他们就发现圣经 跟他们的意向跟感动 没有矛盾的时候呢 他们就立立心智 要去查验 也要去寻找 要去敬拜 你知道吗 在摩西五经当中的民数记 有一处经节 提到心心 教育当中 有很多故事跟心心有关 我们中国人 在中国人教会 从小到大 你一定听过老师讲什么 约瑟的心心 对不对 约瑟的故事 约瑟的梦 有没有跟心心相关 有 好 那在民数记的24章的17节 又有一个心心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很多主日学老师都会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24章17节 民数记 民数记20章17节 就是巴兰呢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算是预言 17节 我看他 却不在现实 我忘了他 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哪里 雅各 雅各 所以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 雅各有13个小孩 12个儿子一个女孩 那雅各的儿子当中呢 有一个要出现救星 雅各的儿子 本来是老大是流变 流变因为 因为得罪神 得罪老爸 结果就被除去 长子的继承权 老二呢 叫西缅 老三叫立位 也因为 某种特殊状况呢 就被除掉 他们接替 长子的继承权 所以老二不能继承长子权 老三不能继承长子权 变成老四 谁继承 犹大是老四 老四就继承长子权了 那神就透过 民宿记告诉我们说 有心要出于雅各 雅各还是一个中范围 大范围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也在雅各 雅各中范围 那中范围那中 其实缩小到哪里 犹大 犹大 那犹大 最后到哪里 到大卫 到大卫 所以这条线呢 是圣经当中一条 非常重要的 弥赛亚的 好一个救恩 因信称义的救恩之线 所以 三个博士呢 他们应该是犹太人 他们也应该熟悉 摩西五经 也熟悉 民宿记的这一段 跟新兴有关的预言 所以博士们一看见这颗心呢 就是 救星 就是要救犹太人 脱离罪恶 脱离 一族统治的一颗救星 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就怎么样 祷告思想 祷告思想 最后呢 三个人呢 就想说 我们应该带 最宝贵的礼物 去献给耶稣 你知道三个人呢 当他们决定 准备礼物 决定要起床的时候呢 要走多久时间 两年 他们懂天理跟地理的话呢 我不晓得当年的地图是怎么样 他们也知道说 长途漫漫 哇 那个路实在太遥远了 他们愿意去付代价 愿意去花时间 因为他们知道 一切的代价 一切的时间 一切的金钱 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都是值得的 都是有智慧的 所以博士们呢 就赚了一个决定 你知道吗 他们选什么礼物 刚好三样礼物 对不对 三样礼物 哪三样礼物呢 黄金 回到大庄上去啊 圣经当中记得很清楚 博士们就揭开宝盒 宝盒的英文叫做 treasures 又是个负数 代表三个宝盒 每一个博士呢 都带一个宝盒 然后三个宝盒 有三种礼物 黄金 乳香 莫药 其实 黄金 乳香 莫药 都是献给君王 先知 跟祭司的 就代表 神透过 让三个博士 准备这三个 最神圣的 最贵重的 最尊敬的礼物 献给耶稣 已经表明了 耶稣基督 他是集 君王 先知 祭司 于一生的 一位 特别的 基督 英文叫做 基督 Christ 他前面加了一个病患词 叫做 The Christ The Only One 所以 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 受高者 受高者 出现很多很多这样一个字 所以耶稣基督 他不是其中的 某一位的受高者 也不是某一种职份 或是耶稣指示先知 或指示君王 或指示祭司而已 耶稣是集 三个重要身份 于一生的 那特别的受高者 而且旧约当中 所有跟受高者 有关的人物 其实都是 欲言欲表 耶稣基督 这一位真正的 完全的受高者 所以透过三个礼物 黄金 比较强调耶稣基督 是先知 默要呢 比较强调耶稣基督 是祭司 为什么呢 因为祭司 大家看到 耶稣基督 自己强调什么 强调祭物 祭物是 要流血 要剥皮 要剥快的 所以耶稣基督 的确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舍命了 耶稣基督 他的确 对